观众同志们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盘 在第十一届星期一杯决赛中 我和这个渔滨九段的比赛 我们星期一杯比赛是五局三胜之 这个是第三局 在前两局呢 我是以2比0领先 那么第三局呢 对于宇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再输了 假如输的话就3比0战斗结束了 我也是这样 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 争取3比0就结束战斗 所以这盘棋呢是很精彩激烈的一盘 下面我就跟刘宏呢 一起介绍一下这盘棋的中盘作战的精彩片段 现在这盘棋呢进行到第七十手了 黑棋呢在白棋的这个 白棋在黑棋的这个形式中呢 很苦的活了一块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 活了这一块之后 白棋呢 实地上呢 是应该显得是不错的 这一块和这一块 加上这呢 大概有30亩那样 这边还有一个星 而黑棋呢 这块棋的时空在这底下呢 加上这个角 20亩那样 那么还有中间这个形式的后 如果这个星跟这个星差不多 这边白棋是30亩 黑棋是20亩 那么黑棋得靠中央那个形式呢 要成空 或者说以这个为背景 扩大上面 总之呢 黑棋呢 现在的形式呢 不容得这个 很特别乐观 需要 采取这个 强硬的手段 而且大家还要注意到 这个地方呢 白棋还有个葱 假如打它断 你如果退的话 那这个人被蒸掉了 如果跑这个人的话 他在海里打吃 打吃 其实街上是先手 从这儿冲过来 还有问题 所以 这个棋呢 黑棋呢 需要下个积极 那实战呢 黑棋是下的 靠 这招棋是不 啊 现在看来 我也非常满意的一招棋 白棋 假如说 斑正 那么黑棋就斑正 没有任何的 作战的这个可能 白棋只要接触 那么这两下已经先手便宜了 而且便宜了很多 如果一场 也把这个中央都封住 如果一场白棋搬的话 自己再把这个大厂站一下 是吧 这个 规模就比较大 如果 白棋退 他作战退 那么这地方的出头已经困难了 比如说他搬 他就可以搬住他 搬这个白黑棋还可以不应呢 加上黑棋走出 那这两刀已经占了很大的旋律 那这两刀已经占了很大的旋律 白棋如果长在这儿呢 黑棋可以小尖 白棋退的话呢 黑棋就这么可以封住 全都封住了 如果挤上来 黑棋也可以压过去 压过去呢 他可以这样打车 也可以这样打车 把这个机被里面掀住 总之呢 无论白棋怎么应 黑棋都有便宜可以占 白棋要觉得这样下形势不乐观了 所以就反击 搬起来 当然黑棋就搬下去 白棋急剑上 黑棋虎 嗯 对上 打黑 硬脚 剑三三 来 白棋破脚 可以去拆出来 这样呢 白棋呢 效果的空位破掉了 刚才这段呢 大概大约有十多分 现在就变成 没有几磨了 白棋转到上去 然后长 白棋长了之后 这有冲出来的手段 所以黑棋要趁着 还没有 那个 这个 还没冲出来之前 先走这个 不知道大家看清楚走这个的 好处没有 因为啊 如果不走这个 以后白棋冲这个 黑棋打 这个棋呢 在吃 在想 嗯 牵手 我走的这个呢 马上叫 吴忧杰 扑他 如果你接上 以后冲的时候 黑棋就可以接这个 行就变成后手 所以这个呢 是个 先走 是个次序 可是呢 白棋呢 还是 不硬了 冲 特意的 特意的 白棋再冲 黑棋再冲 现在白棋冲 黑棋不能打了 一打的话 断开 黑棋有危险 白棋可能弯 白棋再冲 黑棋接上 这些后事就起作用了 白棋 黑棋 再走 正习就要无忧杰了 好 无忧杰 黑棋的结算多得很 现在 黑棋走 诶 黑棋 黑棋 白棋接着 嗯 黑棋呢 扩张那个 上面的形式 因为黑棋这个断是先手 一断的话 它会硬一切一斑的死了 所以 黑棋这个 上面看着很虚 实际上呢 是 相当的 因为它这儿有 有责 甚至于黑棋 直接断 把它赶出来 嗯 也有 那个就 等于拽有很多的子 实在中呢 黑棋就是这样下来 断 断 断了 断了 断一个 断一个 断一个之后呢 这块白棋呢 只有这一个眼 这个是呛眼 嗯 因为你冲车的时候 它可以接住 它必须往外跑 往外跑呢 这个黑棋这个墙呢 就去坐一会儿 最后 黑棋先缠了一个 如果先接被它护一个 就更不行 就更不行了 撑一掌 撑一掌 断 断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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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呃 黑棋 分过来 这个 这个 跳这个 还没有火 黑棋 打入 因为这个眼位 将来眼看着就可以搭 因为现在实际不太成熟 因为自个儿也没火 如果再有嘴的话 黑棋这个地方有嘴的话 一搭就厉害 一顶 它只能霜了 不能 不能接了 接了就断了 所以黑棋这个还是很厚的 白棋不硬 因为它如果在底下硬的话 在底下硬的话 黑棋可能这样 白棋走这个 黑棋走这个 黑棋已经把上面大空给转 这块还没火 本来呢 没有这两个交换的 这个白棋就在这 现在先交换 就这个 让它走不着的 这黑棋便宜之后 把这个大空围住 是不是啊 这个白棋是毫无顺机的 白棋的空 从刚才看吧 这个 这个 三块三十亩 现在已经减少了 变成二十亩多一点 加上这个三十亩 加上这个 四十多亩 黑棋呢 还是二十亩 二十亩 那这块 远远不止二十亩 太大了 所以白棋坚守 黑棋飞 白棋坚 黑棋大飞 白棋打不住 黑棋切上了 黑棋现在呢 这块已经 拿到实用棋 而且活了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呢 将来黑棋 有这个是先手 先手把它封住 那么一先手封住呢 这块棋又有问题了 实际上呢 实际上这呢 还是不能特别深入的进入 当然白棋为了争胜负 是没有办法往里进入 这个进入呢 先手刺 这个断开不行 进入 这个进入呢 现在呢 现在呢 在里头呢 好像 好像是可以活 但是现在你要注意到 活着的话 就是白棋的墓树 还是跟刚才说的 这二十几墓 三十墓 变成三十几墓 不到四十墓 黑棋的实供 可能会领先 因为黑棋这个力 在攻这块头 这些 这个是先手 所以 黑棋现在就可以 借着攻它呢 就是 稍许占一点便宜就可以了 先把这个最后就断开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也是先手 做这样 然后跳 现在呢 黑棋这样一做 跳进来 它就要断得住 往前双眼 再接住 再一肩过来 这块鞋就 一个人 必须走 这样走之后 白棋先 它先掉走了 再走一趟 点这个 点这个 现在已经可以杀了 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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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接,它断,你接這個,它爬這個 你如果接這個,它爬出來,它已經死了 所以黑棋已經這個時候,一點進來的時候 已經宣告了這個白棋的這個失敗 如果黑棋這塊走得很厚的話 這個黑棋還有這樣的手段 然後你看,一點,只要走這個,一頂 接住 一斤 我得接上 這個就,接上的話,你衝上怎樣 它這個可能會能走這個 就算走,現在走這個可能走不著了 應該走掉了 走掉的話,現在可以走這個 如果接上就死了,接上你衝就死掉了 但是走這個的話,黑棋也可以走這個 衝 從這個 從這個 是吧,斷里形翹下去 這個也可以,翹也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這個地方,黑棋等於是一直就殺著這個白棋 這地方可以走的,就是白棋假如說 讓黑棋走得很厚的話 譬如說這兩個給吃掉了 那麼就可以吃這塊白棋了 所以實際上這個時候呢 黑棋已經絕對掌握了這個主動權 這空也多 而且 還可以吃這個,吃大龍 所以 這盤就介紹到這兒呢 黑棋已經取得了這個 壓倒的優勢 然後黎斌呢 又分力拼撥了一下 最終還是沒有逃脫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失敗吧 贏了這盤以後呢 在第十一屆這個星期一杯中呢 我就以3比0呢 戰勝了渝兵 這個星期一杯對我來說呢 是 比較這個 運氣比較好的一個比賽 我已經在星期一杯中 一共就有12次比賽 一個人得過8次冠軍 這是當時的第七次 這盤期呢 也是我在圍棋比賽生涯中 比較滿意的一番 因為從這以後呢 一直呢 比較主動啊 呃 可以說叫完勝了 這完勝的 之所以完勝呢 要歸功於 一開始這個 咱們介紹中盤的時候 這個第一招期 現在呢 這盤期實際上進行到這裡呢 嗯 就是說 繼續的 戰鬥呢 也是徒勞了 所以我們就 把這盤期 就到這兒就結束了